用刀子切开厚厚的玉砂饼 里头的芋头馅料塞得满满 这就是店家维持百年风味的招牌产品 即使经营到第四代 仍然拥有一群死忠的顾客 来到厨房 师傅正忙着将芋头馅料搅拌成泥 受到去年台风影响 芋头产量大减 导致价格飙涨 业者大喊吃不消 本来一斤三十几块 就涨到七八十 馅料会不会放少一点 不会啊 因为我们是百年老店 就是要顾客一次 就知道说有没有后宫剪掉 百年老店几乎无法承受这波涨价 小规模的馒头店 则是直接停卖芋头口味的馒头 减少成本支出 你的馒头店怎么做芋头馅料的馒头 没有 为什么 就一直起来 就想说暂时不要做 民国八十七年时 芋头一斤二十块钱 芋头酥一块卖二十五元 到了民国一百年 芋头来到一斤三十 芋头酥也涨到三十元 三年前 芋头涨到一斤四十 芋头酥也涨到四十元 现在芋头一斤五十五元 高炳业者忍痛吸收成本 不敢再跟着原料涨价 而芋头价格精精涨 芋农也有话要说 芋头涨到三十五元 芋头 芋头是看天吃饭 高炳业者则是咬牙苦撑 大家只希望芋头产量赶快回稳 才能再吃到味美价廉的芋头食品 这有什么会账号报导